那搞定了第一個部分 我們會放一些按鈕,讓人可以按鈕跳進去 按鈕當然是search button 又拉進去 我之前不知有沒有說過,我放大一點點做 按鈕其實可以沒有了title 但你換一張image給它也可以 所以在這個image就選擇 當然是按鈕1234 不過它很大,因為我沒有做1x2x3x 所以我一旦就做了3x就算了 那你就要把它縮小了 那你就要去間斜那裏 因為我做了3x就沒有做1x2x 所以它用這個size 除3就是30x30 那這個就是我要那顆button的size 那我就 position 低一點 我暫時snap to 邊皮 然後我按 shift 按上下左右墊咀 其實它好像幅床一樣會走幾個pixel 不過它就應該要走5個pixel 可以嗎? 1 2 3 4 3 好嗎? 1 2 3 這個距離就沒有所謂 我只是亂來的 但我就覺得有點傻了 因為我待會做很多粒 一粒這樣做就很慢 所以我先搬回來 我首先按住option 這邊點過來 點 있잖아요 按住option 點過來 點選一點點 如果有齊了那麼多粒 改適色一次過二位就不用那麼痛苦了 這個按鈕2 這個按鈕3 其實當然我們做按鈕的時候可以只做一隻黑白色 然後叫它改一個Teen Color來改顏色 不過因為我們初學不想把Practice拖得太長 希望一堂搞定 所以就這樣了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 我想試東西的時候 當然可以按Shift 試圖四粒 但逐個Click有時候會很慢的 有時候不敢拉一個框 因為後面又有東西 你可以在Outline View的時候 按下第一顆Shift 有一次過Shift 只剩下四粒 然後如果你要動位 搬動它就可以了 方便很多 1 2 3 先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要做一個Label 然後我們才一次過Create Constraint 拉一個Label出來 這個Label 我就準備了一些名字給你 就在Asset裡面的Text 因為這一版是Model Agency的版 所以我們就開它 這個Text也很清楚了 那些Button的Size有了 還有四個人的四個名字 還有它是什麼字體 什麼顏色 是System Thin 30 point白色的 我首先 copy了那些名字給它先 那我做了第一顆 當然最聰明的就是 那雖然它會自動Fit 不需要齊右齊左的 但羅緝上因為它是要齊右 那我都按左先 可以嗎 不按也可以的 另外它是要白色的 那就選擇White Color 那字體就是System Thin 30 point 那這裡就可以選擇System Thin 30 point 那當然啦 我都說過了 這個東西如果你的Size不適合 你有時Double Click它 按一下Enter 它會自動Fit 然後再選擇 那我把這個 都說了 小心了 我這次就是放在這個 右下角 然後按住Option 右下角 每次都右下角 那就可以 阿拉得準了 那當然啦 你用你自己的方法都可以了 都是啦 同一時間試 四個就用這個 明白嗎 那你可以搬到它 搬到你想要的位置 搬到好之後 我們暫時不用理它 因為待會我們 CREATE CONSTRAINTS 它會放對的 但是那些名字當然要適合 男人保留女人的名字 那在這裡Double Click 有時你Double Click 它不懂得讓你改字 是因為那顆字太小 你只需要放開大畫面就可以了 那今天時間很緊迫 所以要快一點點 搞定好之後 我們先做這四顆Button 在這裡就方便了 然後呢 第一樣東西 對啦 就是如果Button 你擺出一張Image 的話呢 你是必須要 設一個Width和Height 給它 之前我說 如果那個Button 是英文字就不用 因為它那個框的Width和Height 就會自動 在那個Button的 英文字的Size 那裡 但是因為Image 沒有一個特定的Size 它可以90乘90乘90乘30乘30 所以一定要給它一個Size 如果我想給一個Constraint 是自己的Size 就不可以拉來拉去的 所以要按這個正方形 之後你會經常做的 就是強制性加 Width和Height 然後選擇8個Constraint 因為兩個兩個兩個 四乘二就八,一按 就全部的 width 和 height 都有了 另外,我想這顆按鈕永遠 跟這張照片的打環和打動有個距離 你只需要 white click 這顆按鈕 打斜拉到照片那裏 我怕太小,看不到我放大一點 正常你不用放大了,你拉到就可以了 你沒有腦花, white click 拉到照片那裏 然後選擇 horizontal spacing 和 vertical 然後按 shift,然後 add constraint 這樣就合羅收了 white click 再拉,也是一樣的 按這兩個,按 shift 選這兩個 粒粒都這樣做 然後 add constraint 這個又是 Add constraint 好了,成功之後就做個英文字了 因為這個 label 是字來的 我講過了,無論是文字的 無論是 button 或是 label 你不讓 width 和 height 會自己 fit 回這件東西的 所以就直接 white click 拉到那個 button那裏 我叫它跟那個 button 阿拉的 就要打橫中間有個距離 垂直就要分中的 Add constraint 可以嗎? 它會有個橙色的 即是還未update 你一按update就可以了 就是 white click 拉過來 也是啦 horizontal phase 和 center vertically 再按update 這個也是啦 Horizontal 加了它 再按update 還有一個還未做的 是第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漏了做 好了,update了之後呢 你發覺視覺上 覺得字輕微低過那個 button 少少少的 所以呢 我就想呢 將這個 center 這個 即是打橫分中這個 這個呢 就偏高一點點 那我想打負 負二 都不太好 負四呢 負四好像太高 你明白啦 人生交差點 你自己想想 這一點來的 很小顆的 當你打了實數之後 就很難試它 負三又怎樣呢 熟細一點看看 負三好像感覺上高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所以呢 剛才我第一次打那個 是對的 負二呢 其實應該是最好的 這個也是啦 它零的時候呢 就是一條橫線的 但當你打了數之後呢 它就做什麼 負二 它就變成一顆的 很難選擇了 這個也是啦 選擇它們的橫線 即是上下分中呢 分完中之後呢 就向上移動兩個pixel 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負二了 好 那這一件東西呢 搞定了之後呢 其實就應該呢 第一個部分呢 就完了 這一版的設計完了 那當然啦 我們做了這些 我們都說過的了 一定要看一看 不同的size 對不對先 才好離開的 其實不用support iPhone 4s 因為沒有了這個電話 不過呢 我也按一下 這個ok 很漂亮 這些字幕對著 iPhone 8ok 當然啦 這個8plus 更加不會有問題 那我就不看iPhone 10 因為有時弄得慢 不過應該都沒有問題的啦 不過應該都沒有問題的啦 謝謝